台湾市政府海管处结合旅游电子商务平台 推出了滨海游城 串联海岸四大生态亮点 五大环教场域 规划里山和里海游城 民众只要进入欧好游网站 选择喜欢的旅游商品 就能够直接到线上平台完成订购 水鸟正式飞翔 每到春末出车 候鸟来台渡冬季节 来到大圆许坐港湿地 可以观赏到丰富的水鸟生态 绵延八公里 有台版萨哈拉支撑的草榻沙丘 庄立地景更成为桃园人气景点 推广海岸永续发展 桃园在46公里的海岸线上 营造出取座港湿地草榻沙丘 观星藻礁及新屋实户四大亮点 除了生态保育 海管处更进一步规划生态旅游 有十个里山离海的游城 以及有上网在提供平台地做认购 藉由这样的方式的话 能够让大家能够更深切的了解海岸 让海岸的生态能够更加的发展下去 海管处结合旅游电子平台 推出旅游套票 想当一日渔人下海仙谷 或是当农夫体验食农赠誉 这里统统有 民众只要进到欧好游网站 选择喜欢旅游商品 就能直接连上平台 完全订购 社会场所都有社区在经营管理 他们也推出很多很好玩的 一日游或两日游的游城 包括简单的DIY 或者是室内的一个教室的解说 丰富游城通通千元游找 具有教育意义 好玩又好吃的海岸景点 等您亲自来体验